创造营开播以来几乎每天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无聊的 选手们也会有一些和粉丝们的互动 为的就是拉近和粉丝之间的距离 3月6号的时候选手赞多进行了一次直播 赞多是日本选手和粉丝们直播的时候一直努力用鸭语跟大家交流 虽然有一点困难但是能看出他是非常真诚的 而为了照顾国外的选手 节目组还是给赞多安排了翻译 但是这次的翻译的做法确实有一点让粉丝们生气 在赞多提到刘宇的时候翻译并没有翻译出来 一开始粉丝是让赞多唱歌 然后评论里面有人刷刘宇的名字 如果是国内的选手可能就不会去理会这些 但赞多看到了刘宇的名字之后 就说了一句和刘宇关系很好 而且这个时候翻译急忙打断赞多让他给粉丝唱歌 后续在赞多吃蛋糕的时候 留言中又有人提到刘宇 赞多也是说了一下自己和刘宇关系也很好 翻译也是没有理会 虽然赞多是日本选手 不过他有在努力学习中文 对刘宇这个名字说还是很清楚的 粉丝们都可以分辨出来 不过翻译却故意不翻译 他和刘宇关系好 这让粉丝很生气 觉得节目组是在防暴这个CP 刘宇和赞多他们是节目当中认识的 都是专业的舞者 在刘宇的大语舞台之后 赞多被邀请和刘宇一起合作跳舞 两个人非常有默契的完成了 期间他们的脸还贴在一起 就连导师们都非常惊讶 这大概就是两国艺术的碰撞吧 赞多和六宇的合作非常的愉快 他们也都互相懂彼此 所以两个人私下成为了不错的朋友 他们的CP超化也创建起来了 可以说 他们是节目组热度最高的CP之一 然而创造营要捧哪一对CP 好像都是注定的 别看赞多和六宇的粉丝比较多 热度比较高 但节目组一直防暴他们 在衍生节目做任务的环节 对赞多和六宇的任务投换概念 让他们不能够互动 其实 私下里两个人关系很好 也有很多的互动 可惜节目组的剪刀手是万能的 他想让观众们看什么 大家就得看什么 有眼尖的粉丝发现 在赞多和六宇一起做任务找线索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是一起的 节目组却分开剪辑 营造出他们不熟的错节 现在卡莱 创造营是不打算捧六宇赞多 这对热门CP 对于粉丝们来说是坏事 他们看不到更多的糖 但是对于选手来说也是一种好事 韩贝全最近在直播的时候 又透露自己来创造营的原因 其实 亲领和创都有邀请他 只不过创告诉他 节目组会保护选手 不会乱剪辑 节目组防暴赞多和刘宇 或许也是在保护两个选手 不希望他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可节目组也要尊重离间选手 尤其是要尊重友情 男孩子之间的友情也是很甜的 有时候越隐瞒就会越刻意 感谢观看